关心的是美国职棒打拼的张玉成 台湾时间26号 他在社群网站上跟球迷分享了最新动态 表示已经到了红袜小联盟2A的波特兰海狗队报道了 并且说明后天将开始打复健赛 张玉成是4月25号时呢 在比赛中一次的挥棒造成了左手勾股骨折 进行手术之后原本预计要休息6个礼拜的时间 但现在传出了好消息 就是已经可以打复健赛了 虽然手腕酸痛延后了两天 不过张玉成发文分享这上好消息 他在本季大联盟出赛的17场 累计了三发全雷打 有8分打点打击率为1x36 希望可以力拼重板最高殿堂 而同样效力红袜体系的台湾投手刘志荣 目前也在2A球队 两位台将也因此会合了 晚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环报 给您崭新誓言